歡迎收看今天的體壇分析室藍堂我就問單元 今天我們同樣也請到了我的師父坤哥 要來聊聊我們的NBA季後復加賽了 也因為例行賽結束了嘛 我們再先來帶大家看看這個復加賽的賽程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4月12號囉 4月12號的7點半是由熱火對戰老鷹 另外10點是由胡仁出戰輝廊 而另外隔一天也就是4月13號的7點是由暴龍來對戰公牛 9點半是由啼湖來出戰雷霆 這個復加賽看起來蠻有意思的齁 這個對戰組合 我們先來聊聊這個復加賽的賽制好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啊 他們在這個復加賽在例行賽結束的時候 他們會看一下那個復加賽的賽制到底規則是什麼 師父幫我們講解一下 復加賽也就是所謂的play in 上個賽季的確引起球迷非常大的討論 他帶來很棒的一個網路聲量 是 他也創造非常懸疑的世界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在例行賽排名第7到第9 透過復加賽的一個競爭 可能一敗即死 可能敗部還有復活的機會 是 他的確創造了太多的變數 讓球迷投入更多 讓比賽更刺激 而且充滿了各種的變數 其實復加賽跟美國大學64強的決賽 一戰即死比起來 我就復加賽更刺激 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例行賽的第7跟第8先打一場 贏球的你就是第7種子 輸球的你還有機會 你可以跟分區的第9第10名的勝隊 再打一場 所以基本上你第7第8第一場比賽贏了 你第7種子 但是輸的球隊在面對第9第10的勝貴之後 你贏了你還可以拿下第8 但是第9跟第10在例行賽以往是淘汰的 你還是有機會連贏兩場來打進NBA的季後賽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賽制這兩年 NBA真的吃到了甜頭 它更刺激 更精彩 變數也更多 這個復加賽多一場其實就差滿大的 我們來看到12號胡仁隊輝狼的這個比賽 輝狼少了兩大戰將 我們第一個是McDaniels他吹的那一拳 那一球看起來 從那個Twitter上網路上看起來 好像這一拳好像還好 可是殊不知他後來苦轍 還沒有辦法出賽 好 另外呢就是Gobel Gobel他因為打人 他輝了那一拳 那一拳看起來力道就真的滿大了 也被禁賽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面 對照胡仁 他們這樣子如果胡仁不贏 好像說不過去吧 基本上打到了七八名的附加賽 胡仁隊真的沒有理由再輸給你 為什麼 因為從明星賽過後過去這兩個月 胡仁隊的戰績是聯盟第三 他的防守效率是聯盟第二 所以基本上胡仁隊在明星賽過後 也就是2月10號球員交易截止日後 胡仁隊變成一支不同的球隊 他的控球更好 他的外線投籃更穩定 他整個陣容深度跟防守的效率值都提升了 所以對胡仁隊來講 會狼隊又少了兩元大將 中鋒 Rudy Gobel自己被禁賽一場 Jedan McDaniels這名205公分的前鋒 也因為骨折 手腕的骨折 沒有辦法出賽情況底下 胡仁隊目前原本 我認為大概是六四波現在變成七戰 胡仁隊大概沒有理由輸掉這場比賽 是 六四波 剛剛師傅講到六四喔 胡仁他佔了六成這樣子的比率 可是其實很多外媒他們會預測說 胡仁他可以達到第七名 是他們的運氣很好 可是剛剛師傅又說 好像在這個交易截止日之後 胡仁他變成了一支不一樣的球隊 是不是有一點討論度齁 其實這樣的說法 你說胡仁隊的運氣好嗎 我是完全不這麼看 對 因為第一個 胡仁隊在2月10號的球員交易截止日之後 他整體的陣容的完整性已經出來了 過去整個胡仁隊大概只有 Labrong一個持球點 但是你看 過去這兩個月 Danny Schroeder從板凳上來 他是一個最佳第六人 另外他的先發兩名控球後衛 The Andrew Russell 跟Austin Reeve 六尺四 六尺五吋 身高 控球 外線 處理球的能力 都可以幫助Labrong 所以基本上胡仁隊目前有四個持球點 我覺得胡仁隊目前整體 公式的發起點 場上的持球點 防守的強度跟封線整體的深度 比2020年胡仁隊奪冠那個賽季 還要來得更完整 所以胡仁並不是靠運氣打到這裡 再多打兩個禮拜 胡仁隊可能就進西區的前六種子了 西區的前六種子 所以我們距離上一次我們的節目到現在 一個禮拜的時間差不多 坤哥還是預測胡仁會總冠軍嗎 其實不是胡仁 就是勇士 其實我對胡仁勇士都還滿有信心的 儘管勇士是第六種子 但是我覺得這兩支球隊 會調到第六跟第七 第一個跟傷兵勇高 第二個 胡仁隊過去的陣容 一直沒有辦法找出一個很好的完整性 但是2月10號以後 胡仁隊這一套陣容是可以多冠的 好 胡仁這一套陣容是可以多冠的 師傅開始了 另外一場比賽 熱火跟老鷹 熱火 熱火他這一季 好像打得沒有這麼好 那籃網大家會講說 他交易出了兩大球星之後 他們應該會擠走下坡 可是他們並沒有 他們甚至還要救了前幾名 關鍵出在哪裡 我覺得籃網隊雖然出清了 Carrie Evans 另外也把KD交易出去 兩大球星都送走之後 其實過去兩個月 籃網隊沒有崩盤 Spencer De Windy這名控球後衛 他撐住的場面 另外就是 Michael Bridges這名小前鋒 他過去這兩個月打得 就像個明星球員一樣 而且他非常的健康 過去五個賽季他全情出賽 所以有出色的教練 有一個很完整的體系 另外交易過來了 不管是 Spencer De Windy 還是Michael Bridges 我覺得他整體看來 他們整體的表現 不會輸給KI也不會輸給KD 所以其實籃網隊 他穩住在東區的前六 是可以預期的 有好的教練 有好的體系 有出色的防守 我想整個籃網隊 儘管他們的季後賽 可能不會走得太遠 可是他整體的競爭力是在的 是好 剛剛我們講到的是 4月12號的兩場比賽 再來就是4月13號的比賽了 我們先來聊聊 提湖跟雷霆好了 提湖他們現在有一大困境 是怎樣 Williamson他們沒有辦法出賽嘛 那沒有辦法出賽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就讓提湖 聚於劣勢 提湖隊整個賽季是 他曾經爬到西區第二 是 但是一直到季末之後 整個球隊整體的戰力 並沒有拉上來 一個很大的原因 傷病 Zone Williamson大半賽季不能打 另外Brandon Ingren也打打停停 當你球隊最重要的兩名封線 你的出情率 你的整個健康狀況 都不好的情況底下 提湖隊很難維持他的戰力 而且目前在打附加賽的裡面 Zone Williamson確定無法出賽 那Brandon Ingren可能也要帶傷來打 所以提湖隊要來面對雷霆 雷霆年輕 進攻點多 而且他充滿了衝擊 所以雖然這是個五五波的比賽 但是看起來 雷霆的形勢 稍微比第五隊要來得好 那麼一點點 是 12號兩場比賽 剛剛師傅有講到 是六四波 那4月13號提湖跟雷霆是五五波 那暴龍跟公牛也是五五波嗎 的確 東區另外一組附加賽 第九 第十的暴龍隊公牛來講 我就兩個隊 哪一隊比較好 哪一個隊比較強 我就都差不多 要看球員的臨場發揮 臨場發揮 而且說真的 到底暴龍跟公牛之間 最後的決勝會是怎麼樣 關鍵還是在於他們球星 在於教練臨場的應變 還有他們的外線 能發揮到什麼程度 外線能發揮到什麼程度 這一次的這個 跟附加賽看點又更多了 從附加賽近幾年開始出來之後 大家討論度也更高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下一季開始要加了錦標賽 我覺得跟下一季加錦標賽 可能有那麼一點點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聯動性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附加賽 它讓比賽變得更刺激 讓整個戰局戰果變得更無法預測 而且很重要的 第九 第十 你還有機會來打進季後賽 第七 第八 你不一定能夠保有季後賽的資格 我想這對球迷 對市場 對電視的收視 還有對於網路的討論聲量 都可以帶來滿大的刺激 所以這一次的季後賽 坤哥覺得這個Keyman會是誰 Keyman嗎 今年季後賽的話 以熱火對老鷹這個系列賽來講 我覺得熱火隊這個Keyman 應該在Ben Alibayo身上 因為Alibayo其實整個賽季表現太平凡 你靠一個Jimmy Butler 靠Tele Hero這名射手來進攻 我覺得熱火隊在進攻端有他的不足 如果Ben Alibayo在內線 可以打出他內線中鋒的進攻 防守 牽制力 這個系列賽熱火隊可以輕鬆的過關 所以對熱火這個系列賽來講 他的Keyman在Ben Alibayo身上 至於湖人隊要面對的是輝狼隊 是 AD是個關鍵 AD必須在內線打出MVP的表現 你看整個過去整個三月份 AD的平均超過30分 藍板是超過12個 如果AD他可以展現內線的展示力 我相信湖人對輝狼這個系列賽 應該說一場比賽 湖人隊應該有六成以上的勝算 是 那暴龍跟公牛 蹄狐跟雷霆 有沒有比較看好說 哪一個人是可以扛起Keyman這個角色 蹄狐隊雷霆這個系列賽 我覺得雷霆的關鍵 他的Keyman應該在Alessander身上 Alessander這個賽季 平均每場超過30分 他是一名未來新生代的得分後衛 也是明日之星 所以只要Alessander發揮很完整的話 我相信這個系列賽 雷霆有機會來淘汰支付 至於暴龍隊公牛的話 兩隊差距蠻接近的 暴龍隊的關鍵 我覺得在Pascal Siyakon身上 這名203公分的前鋒 他如果在攻防兩端 可以來壓制DDR 可以來跟Vusvich來做抗拳的話 在Pascal Siyakon的帶動底下 我相信這場對決 暴龍隊會有勝算 剛剛聽坤哥這樣一講 我都覺得複加賽好期待明天的到來 大家也一定跟我一樣期待 明天這個複加賽 又會有什麼樣的爆點 跟精彩的看點呢 希望這一節的藍堂 我就問單元 能給你不一樣的收穫 我們一起期待 今年NBA複加賽的開打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有更精彩的內容 千萬不要走開唷